家美, 你幹嘛跟欣慈一起說 管家喜歡的於素秋? 紅姐問到, 你想我怎麼回答? 說不是, 她又不會相信 說什麼不知道又不清楚 回答得很沒性格 那你哪一眼看到管家 和於素秋有腦? 那你又哪一眼看到他們沒腦? 你兒子已經生了一個 快要生了第二個了 老好想還沒生了 哪有人當老婆 會站在老公的敵人那邊 我也不知道你在吵什麼 人家紅姐被你推到扶手電梯 也沒有追究 還有人家被你蓋了三巴掌 有沒有蓋你? 人家每次見到你 你不知多客氣 又對著你還沒笑 阿元這麼好 人家不知道你的肚子 不是他經手才娶你 我也不知道你有沒有真的喜歡阿元 誰說我沒喜歡他 但我喜歡他也不代表他做事 不代表我認同他做事的方法 更加不代表我要崇拜他 那誰最值得你崇拜? 那隻狐狸精嗎? 當然 我覺得紅姐很帥、很魅力 一個小女兒帶著一個小女兒 捱到今時今日 是你沒去過店舖而已 他那些員工每個人一聽到 紅姐嘻嘻曲的高跟鞋的聲音 就會把頭倒下 還有上次在會議室 那個四眼龜帶著管家仔 幾個大男人欺負他一個女人 紅姐走出會議室的時候 還是臉不改容,戴著微笑 我覺得這樣很帥 齊瑪, 原先是你老公 他的才是你的 那個狐狸精跟你無端無能 你騎起去都可以分嗎? 紅姐說好婚家之後 會比廿四百萬外發展 她說你又相信? 我不知道我跟著紅姐將來會怎麼樣 我只是知道我不會甘心 跟著那四眼龜 以及道理天后做他們的媳婦仔 跟著他們什麼都能猜到 當然了, 一定會三餐不用休 吃飽飯了, 去參加親人會 玩玩什麼猛鬼街, 這樣吧 但是那個女人的東西 全部都是搶回來的 她現在是搶你的嗎? 我沒說她搶, 但是… 你拿了燕窩來吧? 立即進廚房拿個碗筆給我吃吧 那邊唐人街原來有香港的八卦雜誌文 那又怎樣? 裡面有個人物關係表有你份的 葡萄牙華裔索女 下嫁加好月圓四公子 據知情人士透露 該女子已有兩個月新人 兩人奉旨成婚 我現在的事又關你什麼事? 兩個月前我和你上床 現在你有兩個月新幾 你別胡說, 我肯是我老公 我隨時可以告你誹謗 你怎麼知道不是我? 我要你和我去驗DNA 媽…起來… 嘉美, 你怎麼來了? 你找她幹什麼? 我決定了明早早就去錄出寶寶 為什麼?你又搞什麼? 那個Jimmy, 他獲得我三百萬 他說我不答應的話, 就要我去驗什麼DNA 你死口不認就行了 你死也不去驗就行了 不是, 他說完一回來就爆了這件事 這樣吧…我當買那隻死人怕 我拿三十萬出來給他 當作是送瘟神 沒用的 他會吃過翻層味 就算給三百萬, 他也沒用 他會一輩子纏著我, 無法脫身 那現在怎麼辦呢? 沒有了, 我們現在只剩一條路可以走 明天一早我就去給他寶寶 如果Jimmy找上門的話 你就隨便敷衍著他 必須要把錢塞給他 我寶寶又沒了, 他就無法威脅 但你無緣無故失去胎兒 你怎麼跟阿源交代? 行了, 他回來 我跟他說在街上滑一滑 然後有個寶寶去醫院就失去心跳 那就行了, 沒人會不信 沒人會查的 好吧… 正如你所說, 都沒有路逛了 還可以怎樣呢? 看來這頓是我請的 你整個星期的成績分數相當不錯 真帥 平均分都是六十分, 合格口語 不是的, 管家仔 今天這頓應該是我請的 今天分你還沒計算 計算了今天, 我會變成不合格 為什麼?為什麼今天這麼低分? 我今天經過我小時候住過一層樓 我想起很多東西 我想起爸爸離開那天的情景 我那時候很小而已 照計這麼久之前的事 我的印象應該很模糊 但我就連爸爸拿走那部電視機 是什麼牌子,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種被人遺棄的感覺真的很慘 那天在機場看著阿信入閘 被人遺棄的感覺又回來了 阿信入閘, 其實你有沒有想念你爸爸 那種感覺好像跟阿信一樣 一時就不會很討厭他 但一時會很想念他, 很想見到他 好吧, 我今天就給你45分 計算之前的六天加起來 就是360分, 再加45分就看看 除了, 也有58分, 也是合格的 你這個醫生真的很有愛心 對, 看家仔, 待會找他 千萬不要掉了我的病歷 要不然被人知道我這麼低B的醫生 沒有人來我醫院看病 你放心吧, 這些是病人詩人 等什麼時候你取得一百分的時候 我都是整份病給你, 當作留念 不過現在還沒得住 謝謝你, 管家仔醫生 我還要回餅店收拾了手尾 要不要載你回深水灣? 不用了, 也不順路 我自己乘的士 記住, 明天十二點之前 發一份病歷卡過來吧 行了, 醫生, 再見 再見 管家仔 臉尤強? 韓媽叫你去追阿森女人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阿熊全都告訴我 韓媽派你來搞我的女兒 追到她上場就拋起她, 是不是? 你說什麼?你放手 我被淹淹掃賊玩 我不跟你吵, 你好, 走開 搞我的女兒… 管家仔 別走… 管家仔, 你有沒有事?你流血 有沒有頭暈?我帶你去醫院 沒有…沒頭暈, 止了血沒事的 那我打電話報警吧 不要報警, 我走了, 任由她 為何不報警? 那個是甚麼人?為何無緣無故打你 沒有, 就是那些導遊 剛才問我賺五百元, 我不給 就發瘋了 是不是真的不用去醫院? 不用, 現在沒事了, 走開了 那我送你回家吧 好 家美, 你又中了去哪裡? 你剛下了個胎仔在家裡休息幾天 行了, 我自己有分數 我都說沒事了 那Jimmy的賤精獎有沒有找你? 沒有了, 我告訴他 說我已經下了個嬰兒 他沒什麼可以要脅我 我就塞了幾萬元給他 叫他以後別煩我 那袁過幾天就回家了 你想要怎麼跟他說沒有? 行了, 行了, 會搞定了 好吧, 再見 好吧, 再見 家美 姑奶奶 馮公煮了花膠湯給你 臨到出門口, 他說要煮多半個小時 急得我什麼樣, 我怕你會等 不要緊, 謝謝 怎麼樣?有什麼事要找我談? 沒有, 很久沒見你了, 想見一下你 那個是阿袁也是的 你們結婚有多久?他經常飛來飛去 我沒怪他, 大陸多回店 忙是正常的, 放了他明天晚上也回 對了, 奶奶, 如果沒什麼特別 我真的趕時間 沒有, 金老太太今天早上店找我 他說你們相處得不太好 他說你態度不好 沒有, 老人家是這樣的, 很沉悶的 不過他只是為你好 坦白說, 你現在粗身大小 真是不應該到處去 他說聽到你說的電話 約了人去打哥爾夫球嗎? 奶奶, 醫生說的 適當的運動是對寶寶有益的 運動對胎兒有沒有益,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繼續用這種態度 對老人家, 就肯定對頭家沒益 聶朗, 你現在的名字不僅是盧家美 現在是金盧家美 頭家不僅是Joba和金盧太太他們 也是你的 奶奶, 我真的很趕時間 不如我下次慢慢跟你再談, 好嗎? 好, 就這樣, 再見 你真的去打哥爾夫球? 奶奶, 你相信醫生說吧 適量的運動真的對寶寶有益 你…你等一會兒吧 家美, 這鍋湯, 公公熬了一整天 一番心事, 你既然這麼趕 你拿過去吧, 來吧 奶奶, 你哪裡看見人打哥爾夫 拿了湯? 家美, 你尊重老人家吧 你進去吧 家裡有大碼 家美 家美, 你沒事吧? 小姐, 你沒事吧? 家美…你沒事吧? 有沒有生病?不如去醫院檢驗一下 我沒事, 不用了 聽奶奶說吧, 還是穩固點去檢驗好一點 你這麼煩, 我還是沒事了 家美 漢堡 你…